建国元老前内阁部长王邦文说 李光耀先生是一位有远见 有勇气去实现理想的领袖 没有李先生就没有新加坡的今天 从1959年起担任内阁部长25年的王邦文至到此时 谈到李光耀先生50年代为了工人的利益 以工会律师身份同殖民地政府抗辩 王邦文之后受邀加入人民行动党 对李先生这位有才干和深谋远虑的政治家 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李先生对新加坡的执着 他时时刻刻都想着怎么改造新加坡和改善人民的生活 一旦他决定某个政策能够为他心爱的新加坡带来利益 他会积极地去实践 即使自己因此不受欢迎也在所不惜 王邦文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评价李先生 有一些李先生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使新加坡更好 有时候他会不客气地处置阵地和不赞同他做法的人 但是他的一生都是诚心诚意为这个渺小又脆弱的国家争取最大的利益 另一方面就是如果没有李先生 新加坡的发展就截然不同 因为李先生就像一块大磁铁吸引了行动党早期的领袖和支持者 同心协力反抗殖民主义等和建设新加坡 人民行动党 人民行动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